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事情應該從我念大學開始 我十大美術系 大概是大二的時候 突然之間對音樂就是說 想要深一層了解 原來只是就是跟大家一樣 玩玩社團啊 一個老師介紹我去找一個老師 這個老師是台灣 對台灣的流行音樂 影響非常大的人 宅黑山老師 我在大二的時候就找他 那時候也只是講說 因為自己有興趣 大學畢業之後 我其實一路就跟他上課 上到當晚兵 當晚兵就在學校教了三年數 最後還是決定說 這輩子沒有追求音樂的話 應該是會是 會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所以我周邊人都反對 不過就是還是最後就是到 還是到 Berkeley去 就是 我在 Berkeley 基本上 我在 Berkeley 基本上 當然 Berkeley 它的基底 是 Jazz 的東西 但是它 系別分很多 所以我的主秀是 Commercial Arranging 那回台灣之後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 我86年回台灣 86年底 然後就開始 馬上 因為那個年代就是 就是所謂的 專業的音樂人才是 非常缺乏在台灣 然後又整個這個 台灣的唱片市場大爆發的時候 真的要起飛 跳躍的時候 所以呢就是 馬上就是 工作就是做不完這樣子 那我在流行音樂工作當然就是 各個唱片公司 Freelancer 但是我大概做了 八年九年 之後就覺得有一種倦怠 我放掉我美術幹 然後去學音樂 就是做流行音樂 老實講不是我的初衷 所以我就 腳步就停下來 停下來之後 有一段時間呢其實 比較專心在教學生 95年呢就是碰到一部電影 就是厚道的好男好女 1995年 印象很深刻 寫了他的那個電影配樂 那這個故事 因為是客家嘛 客家故事 結果這個 這個案子呢就 把我拉回客家 做完之後 當然就是整個 整個製作的過程呢 還有就是他的結果 大家都很滿意 我自己 包括我自己 觸發就是說 自己對母語的那種情感 當然同一個時間 就是整個台灣 對於這個 回歸到自己的土地 自己的語言文化 氣氛已經慢慢 也慢慢熱起來了 當然電影跟寫歌 又不太一樣 就是 所以就開始寫歌 寫單曲 然後呢 在兩年後 就1997 就是 跟友善的狗簽約了 其實我那時候 基本上就是個人的solo 自己唱 然後自己錄音 就是說自己編曲 並沒有特別想要組團 但是 那事實上 樂團這件事情 就是說 你去玩Jazz 沒有說不玩樂團的 所以我在友善的三張專輯 基本上都是個人的創作專輯 但是同一時間呢 就是因為 為了要 就是要Promote唱片 然後就是 要做表演 還是習慣跟團 所以那時候的團員 老實講 並沒有很固定 不過還是有幾個成員 就是 一直都還有待在音樂圈 三口大這個名稱 一開始的時候 就一直 讓大家影響深刻 當然一方面也是 因為三口大這個名稱 很特別啦 對客家小孩子 小朋友來講 是 應該是說 他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連結 我的長輩 我的 阿公阿嬤 他們就是罵小孩子 就是會用三口大這個來指責 意思有點像 你這個高小孩子那種 那種 一樣啦 那三口大 其實他是攀木細衣 就是台灣特有種的一種攀木細衣 現在到處都還可以看得到 所以他既是一個 小朋友本身對這種小生物就會有一種親切感 基本上 客家庄都是農村嘛 鄉村嘛 所以很容易看到三口大 就抓來當寵物 玩這樣子 他因為基本上是生長在樹上 所以這個年長的人 就是把那種調皮搗蛋的小朋友 就罵三口大 他其實是一個 一種親切 然後一個 疼惜的一種責備 但是有三口大 他要做那個 氣宣的時候呢 就馬上就說 你有一個樂團 就是三口大對不對 我說對啊 那麼他們就馬上逮出這個機會 那我們用三口大好不好 我說當然沒問題 除了第一張專輯之外 第二張第三張 他們都有點強調說 是三口大樂團這樣 因為你知道 用樂團來做宣傳比做個人好做 就比較多 那我後來慢慢也覺得說 因為我跟他簽三年約 也剛好我三張做完 有三口大就結束了 那個時候 我記得是2000年 那就是變成獨立 獨立自己獨立發行 獨立製作 那後續的話 就再做了一張 第四張叫做 指要 就是 就是風箏的意思 也做了一張演奏專輯 叫做新的搖籃 其實那張有點就是跨界 他跟幾個古典音樂家合作 除了在友善狗之外的作品 大概有三張 一直到最後一張比較明確是2008年吧 2008年、2007年那時候的作品叫做 叫做 《時空對話》 其實這時候的三口大成員已經有點不一樣 那時候的樂手呢 是打擊樂手 昂姑 昂姑我想很多人知道 現在都還很活躍 還有殺送是張坤德 那 貝斯手是洪翔 洪洪翔 他是 四張樂手 他跟蕭黃奇 之前也同一個樂團 那另外最特別的是 有一個傳統音樂人 叫做林桂水 他 他在 他就是剛好在我們這張專輯發行 那一年過世 那時候他當年八十歲 其實這個 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這張專輯就是說 講《時空對話》主要就是說 因為針對林桂水 他那時候 他是客家 算是國寶級的傳統藝人 拉夫琴 那像我跟張坤德同樣的背景 都Berkeley的 然後我們對這種即興的概念 就是說比較熟悉 然後對上一個傳統夫琴 那最主要是他唱非常好 到目前為止 我接觸過的傳統客家藝人 沒有 還沒有人超越他 他的唱功 然後他對那些傳統的 三歌 三歌 子平板 這些歌謠 反正聽過的人 也是覺得說 哇 這個是 這個聲音 就是 沒有辦法再 未來沒有辦法再聽到 那過了這個階段之後呢 其實我就 開啟了另外一個想法就是說 因為畢竟自己 剛好累積一下 我唱了十年 想要說 一個樂團 你要讓他 有新的生命 新的 新的 新血 你要怎麼做 所以我那時候就 就招募了一批 比較年輕的 樂手 就2008年 就成立一個 新的樂團 就說 其實還是三國大 你可以 可以稱他三國大的第二代 但是我還是在台上 那主唱呢 就變成一個 年輕的女生 叫做Rita 林玉婷 那這個樂團呢 一直 還 火焰到現在 基本上我們還是 非常 積極的在演出 其實那一年 1997年喔 其實在 對客家音樂來講 是一個 蠻特別的一個年份 因為那一年 有一個叫做 包到客家電台 包到客家電台 是正式成立 他們從 地下 轉到地上 然後呢 就是因為剛好 我也發專輯 在 在 有時候也有發專輯 我們就一起策劃了一個 學校的巡迴 也出 就是四個學校 師大 文大 政大 台大 就是第一次喔 第一次有客家 現代樂團 進到學校去做表演 所以那現在還蠻轟動的 就是到每個學校 都幾乎都滿 然後 因為他也透過電台 所以那個 音樂回那一場 叫做 異客聲音 異次元的異 客家的客 異客聲音 其實因為那時候 學校有客家社吧 促成好幾個學校的那個客家社的社 就是成員喔 後來投入客家活動 一直到現在 這個音樂會呢 就是 也吸引到一些比較 對本土醫師 還有就是說 對文化比較 有Sense的一些朋友 所以呢 我們在四大演出的時候 就是 來了一批人 那時候也不知道 結束之後 他們跑到 跑過來說 我們是 北埔來的 他說因為 滿 所以他們站在後面聽 這樣子 說你們願不願意來北埔表演 我想像不到是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他們就只講說 我們是一個偏鄉 非常偏的地方 但是呢 我們 應該有辦法 他就問 當場問說 你們演出要多少錢 這樣 我說連影響這些 算一算 可能要十幾萬 他說好 我們來想辦法 也沒有真的放在心上 我說十幾萬 那時候 對鄉下來講 不小 對 不小 欸 沒有很久 他打電話說 我們錢應該夠了 對 他說派時間 所以就過去了 過去那邊喔 後來他們來講說 我們是 一家一家去募款 我們不找政治人 不找鄉公所 不找縣政府 我們一家一家去募款 就有人捐五百 有人捐五千 就是這樣 因為那邊有一個 一個協會很棒 叫做 大愛 生活圈 協健會 大愛就是以前那個 愛口的愛 因為那個地方 以前叫大愛 就是跟原住民 抗爭的時候 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點 你知道 地方政治的人 我就知道 欸有一個 這麼多人的集會 對不對 大概全村莊就來 就要上台去講個五分鐘 他們 不給他上 他們全部 他們 對 那協健會 不給政治人 所以他們那個做得非常好 你看 這麼鄉下的地方 哦 北埔人自己講說 這是開張以來最大的盛事 就是這個演唱會 所以其實 對我們來講 因為說 剛剛 專輯才剛發沒有多久 就是 然後客家音樂整個在 才剛在萌芽的階段 其實是 非常大的鼓勵 事實上 我覺得那個時候 那個年代 就是說我們的活動 很多都是 即便規模沒有那麼大 但是到很多地方去 就是說 所受到的 歡迎 或是尊重 其實跟現在的氣氛 完全不一樣 我們有一場 或是有一場在淡水 就淡水結緣上 後面那邊 然後淡水 大家碰到都不是客家人 可是 我們在那邊 聊演的時候 人也很多 然後最主要就是 大家停下來聽 基本上 都會主動來跟我們講說 哇 你們願意為母語 付出 他們知道這東西很冷 但大家都比這樣 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現在我想 我們都了解 就是現在 你知道 客家也好 非客家也好 因為很多補助 客會的補助 對不對 所以很多觀眾 就是 在看音樂表演的時候 他們其實 心態也沒有像以前 那麼單純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 沒有任何補助 客會根本還沒有成立 我們願意做這些事情 所以大家都了解說 你們的 你們沒有資源 沒有什麼 可是你們願意去做 你聽得懂 聽不懂 他不管 他心裡佩服 那當然就是 回歸到我們自己 跟母語相關的時候 其實 無外乎還是以這個做架構 但是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有很多 樂團開始在思考 就是說 除了這個東西之外 比如說加入一些 比較有特色的地方 樂器 樂琴 唆 符琴 等等 我覺得這個都很OK 那我個人是這樣子 任何的樂器 它都可以表現 任何有特色的東西 你想要客家的特色 我覺得你用西方樂器 人就可以做得出來 而不一定要用 譬如說一定要用呼琴 或是唆納這些 我一直在想要運用 就是說不要去挑樂器 然後就是用大家熟悉的樂器 因為這種樂器 其實就是這種音樂語言嘛 你談吉他吉他是 大家都懂的 的一個樂器 如果你用吉他 你可以做出 自己特色的時候 我覺得 這個 這比較容易讓人家懂 早在就是1995年 做好男好女那個 電配樂的時候 其實我也用了大量的一些 民族樂器 可是我覺得說做一個樂團 就是 你樂團的成員 是什麼樣的成員 就是我不會去刻意去找說 我一定要去找一個二胡手 來架到樂團裡面 團員之間 彼此在音樂上的理解跟溝通 比只是拿一個樂器來用 要重要 很多時候呢 我們不需要講太多 直接玩就可以讓音樂形成 那我沒有想太多 它到底是西方還是東方 因為我覺得 重點還是回歸到 你這個原創 寫歌的時候 你的歌曲 它本身有沒有自己的元素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所以我的做法是 比較會從源頭 譬如說我創作的時候 我希望我在寫歌的時候 這個歌本身 就已經能夠透露出 這個東西就是客家的 我的美術的訓練 對音樂的確有很明確的影響 就至少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我對每一個和聲 會有一種顏色的想像 還有就是說 我自己對音樂的心態 我一直把自己當作一個 我其實不像音樂人 所以我有點孤僻 我比較喜歡 我比較會躲著人家 那這個是畫家的性格 畫家比較少在 常常跟大家出來 社交什麼的 所以這個個性 基本上我還是維持 以前畫畫的那個性格 從繪畫裡面 你知道很多音樂的 很多藝術的派別 或是說 藝術的觀念 是 繪畫裡面最早出現 譬如說印象派 譬如說超現實 幾乎都是從繪畫出來 才有影響到 小說 電影等等 就是說你對美術這方面 有過體驗的人 我覺得在這個 尋找新的東西 新的方向 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經常會用畫家的型態 在做音樂 Berkeley它在技術的層面 音樂技術的層面 其實是非常豐富的 甚至於我覺得 我覺得比 就是說 即便現在很多 很多國家 很多學校 都有類似這種課程 我覺得還是 Berkeley最完整 後來我回來台灣之後 我會認為我在Berkeley 可以真正得到最多的 並不是結束 而是視野 因為在那邊 可以看到全世界各地的音樂 剛去第一個學期的時候 他有一天晚上的演出 就叫 International Night 那天晚上的音樂會 你們上台的人 都不要演Berkeley的東西 就是 你就 你就把你家鄉的東西 帶上台 那你知道 之前他們就要問我說 你們台灣來的 那你們是不是要出一個台灣節目 你知道我當然傻眼 我說 我不會啊 我在台灣學吉他 然後 也沒有太過於思索 我會去Berkeley是因為喜歡Jazz 才去那邊 可是這一天晚上 我們當然就沒有節目 可是我看到那些 以色列、俄羅斯、南美洲 他們帶來那些 很特別的樂器 然後很特別的表演 那個真的嚇到我 事實上 我為什麼會 走回客家 可能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那我也很開心就是說 到現在 我的 對音樂的初衷 都沒有改變 對 音樂的 音樂的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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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